好 謝謝老師 麻煩你轉過來 Emily從小在美國長大 重拾一對一的美羽佳嬌 小姐 不是女鬼啊 很漂亮的 美羽她穿這樣 然後又是老師 那父親真的會承受不了 妳去佳嬌的時候也是穿這樣嗎 沒有 我會穿得比較平衡一點 所以妳有避免穿裙子嗎 Yes 我會穿長褲 所以有兒子跟爸爸同時愛妳的嗎 No 因為我通常不習慣是小孩子 然後一對一通常是大人 所以一對一反而是危險的 對 我覺得 所以文凱莉 如果妳是老闆 然後這個聶老師來應徵的話 妳會用他嗎 為什麼 因為我有訂一個規矩 只要補習班面試的女老師 比我漂亮的一定都不可能 對 對 這樣會風高震驚 妳這樣一小時還想要去妳的補習班 被錄取後感覺很難過 對 所以現在補習班裡面 女老師都很OK的 所以現在念女老師聽到 就知道妳對她們的評語 是長得比妳醜 但我老闆娘他們拿我沒辦法 可是會不會就是降低 學生報名的慾望 其實有啦 還是有漂亮 就她們都趁我不在 所以我趕快面試人進來這樣子 對 我如果沒看錯的話 文老師是胡子妹子 對 就是有胡大的感覺 好 秋嫻老師旁邊還有一位 那位也是穿紗的衣服 請問妳貴姓 我有一半原住民的血統 所以我用我的族名 所以我姓蘭 請問妳是教什麼的 我是教... 我剛開始是教原住民舞蹈 然後後來... 後來是教國際行銷 跟國際貿易食物 所以是教大學生嗎 那個時候是技術學院 所以它是有大學部 有武專 所以我武專也有教 大學也有教 請問有被同學的爸爸吃過豆腐嗎 同學的爸爸吃豆腐是沒有 但是我是備受算是尊敬的 因為我帶舞團出去表演 我都會一個一個去拜訪 所以他們就是說有老師親自來 他們比較放心 讓學生帶...就是... 妳講話的速度 就是說會滿18歲的小朋友 可以過夜的 我知道因為用背面跟他講話 有些人不習慣 好啦 那藍老師先轉過來好了 好的 歡迎 歡迎 小藍老師 汪世銘旁邊黑衣服的周圍 請問妳教什麼 英文 是補習班嗎 對 教多久了 六七年了 所以妳可以把眼睛看向妳斜對面的 文凱莉老師嗎 斜對面 文凱莉是 這邊...我這邊... 好 文凱莉 她如果來應徵的話可以用嗎 不行 也不行喔 整得很漂亮喔 那妳可以轉過來了 來 轉過來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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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應該怎麼稱呼妳 我叫Gwen Gwen Gwen 所以妳也有當模特兒嗎 沒有... 就專職當老師 對 現在在徐偉老師的 對 也不行 她比較好 你是說很上一代的那個 對 徐偉老師 所以徐偉老師有規定 老師不可以比她本人漂亮嗎 沒有... 教課的時候 如果學生不聽話 妳要怎麼辦 我就會突然 本來很小聲 然後變得非常大聲 比如說要吃飯嘛 我站住 不是 可是學生也要去哪兒嗎 妳應該做什麼 妳這麼漂亮的人 這樣吼這句話很傷心 就是我聲音會很大 然後像我們有時候 學生會給他們 比如說一個級數碼 或一個評鑑表 然後評鑑表 其實比較乖的學生 平常不敢講話 然後回來的時候 上面的評鑑表就寫說 老師有時候很激動 然後會嚇到這樣之類的 所以妳的情緒是瞬間起步很大 所以瞬間起步 然後說來 我們再來看這裡這樣子 所以妳吼完之後 妳跟我站住之後就會說 我們來看這裡 我就會看其他人說 來 OK Let's go 所以被妳說站住的那個學生 他其實是要去哪兒 沒有 我說起 沒有 剛剛講錯 應該是就是妳給我站起來 所以站起來幹嘛 就是給我站著 我現在是等他一下 然後就去上課 然後可能五分鐘 我就送妳給我坐下這樣 都是會加妳給我這樣子 對 妳給我這樣子 所以妳對陳太允可以說 妳給我走開嗎 好 不講話 怎樣 怎樣嘛 對 對啊 這好東西 妳的學生不會這麼無賴是不是 我這會就是翻白眼這樣 好 現在還沒有轉過來 有兩位老師 擺衣服的那位請問妳貴心 我叫Ray 也是教英文的嗎 沒有 我是教音樂的 哪一種音樂 鋼琴 小提琴 是教小孩子嗎 國小 高中 大學的家教都有教 音樂老師會被爸爸喜歡嗎 沒有耶 之前有遇過是 他的姊姊喜歡我這樣 妳說女同志跟妳示愛是不是 對 OK 任老師 歡迎妳請轉過來 Ray除了是一位音樂老師之外 也是法律系畢業的高材生 好音樂喔 好 我們還有一位模特老師喔 妳來過康熙嗎 我有來過 妳上次來是來幹嘛 車展 所以妳當老師當多久了 教了四 五年有了 所以妳有在心裡覺得 妳是今天最漂亮的嗎 沒有 沒有... 所以每個老師都很優秀 我請妳轉過來了 好 李佩琴高橋的身材 真正只是個老師 但是也在簡直做模特兒 李老師 是 可是妳好像是今天最高的耶 妳多高 175 十位老師 請問妳們在課堂上 有當著學生面前 掉下眼淚過的舉手 真的 文凱莉 妳哭什麼 學生在考試的時候交頭接了 我就哭了 因為我捨不得罵他們 剛要發脾氣第一句話 我就先哭了 不知道要講什麼就哽咽這樣子 所以妳情緒會自己先控制不住 那種 就覺得學生會這樣是不是 對 因為他們是成績很好的學生 那怎麼還會做這種 這種大逆不到的事情 所以有抓到過學生作弊的舉手 好嗎 之前抓到要怎麼辦 妳為什麼會懷疑那個學生呢 因為他本來成績是很差的 就是都二三十 然後他那次就突然考很高分 對 所以他承認作弊 然後妳大哭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就覺得很傷心 就是覺得 他可以盡他自己的努力 然後考好 然後不要作弊 妳哭是在他面前哭嗎 對 我在他面前哭 可是我們是私體俠 就是我把他拉到教室外面講 那這樣這場戲要怎麼收呢 沒有 後來他就答應我說 他會把那張考卷就是定正好 那下次不要再作弊 結果他成績有真的變好嗎 有 後來他成績真的有變好 就是有進步 所以他有被妳感化 對 後來他就真的沒有在作弊 技術要一點好 妳可不可以正面一點 對啊 我剛才那邊是壞學生啦 對 所以... 我們節目是有教育意義的 對...不要作弊 Emily也有抓到過作弊 我在課堂上面看到學生在作弊 但我不會馬上把他的... 拆穿 對 拆穿 我下課的時候我會跟他講 我希望你以後不要再作弊 因為你作弊 它不會有效 只有有效 它不會有效 這個對同學沒有幫助 因為這對各個用功的學生 都不公平嘛 對自己沒有幫助是... 你要自己學習 以後的... 他也最後沒學到啊 對 沒有學到 可是妳沒有大哭耶 這樣他會改嗎 我不會大哭 因為我覺得情緒要控制一下 但我如果用好的方式 鼓勵的方式去跟他們講 可能會打動他們的心 讓他們可以改 所以... 妳的中文好像不太好 對 我來台灣學中文的 妳要中文教教嗎 我有沒有中文教教 需要嗎 沒有 謝謝 謝謝 菲比羅報主是不是二人 沒有... 而且給妳學中文 妳的中文也沒有很好啊 不會啊 我覺得挺好的 陳愛妮喜好藏不住 最愛老師教英文 陳愛妮你是不是很喜歡她 沒有 妳喜歡她 沒有 因為她只要講話的時候 妳知道一直打岔 然後跟她在那邊互動 沒有啊 妳比較喜歡Emily還是汪施名 應該是Emily 妳還真選那個女生 妳是不是人啊 不是啊 妳問我 妳要體貌性的 妳現在好像喜好都藏不住耶 妳遇到喜歡的女生 妳就會一直色慾薰薰薰 沒有... 沒有色慾薰薰薰 因為妳以前都會假裝好像很快 所以現在就一直打岔 她問一個角色的一個問題嗎 妳還記得她教你那句英文嗎 沒有 沒有 成績 薄薰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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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薰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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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